不只是土耳其 包含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 周四也发生了规模5.1的有感地震 有岸边咖啡厅沉入海中 就带你来看这段目击民众拍下的画面 咖啡厅只剩下屋顶 其余部分不是倒塌粉碎 就是沉入一旁的海底 水面上有许多搜救队员持续救援 还有不少人泡在水中焦急等待救援 目前所知道这间咖啡店内 至少已经有四人罹难 而印尼在周四下午发生这起规模5.1的有感地震 深度只有22公里 造成不少医院跟民宅受损 还有很多民众是吓得夺门而出 不敢再回到房子里面